在新冠疫情之後 美國不少大都會的經濟 逐漸在復蘇 不過新創科技重鎮 舊金山卻是持續低迷 許多辦公大樓到現在都還閒置著 雖然市府為AI產業設立 減稅機制 要吸引新創公司進駐 不過中小企業界認為 大幅改善當地的治安 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曾經車水馬龍的舊金山商業區 不少店面門可羅雀 交通流量更是少得可憐 再走進櫥窗一看 各式各樣歇業的公告到處都是 如果是疫情期間 這樣的景象並不令人意外 但是管制松綁進入的第二個年頭 往日的人潮沒有回來 讓舊金山在復蘇的道路上 落後北美不少大都會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針對北美63個大都市的研究結果 把舊金山在後疫情時代的經濟活力 列為最差的死亡等級 不僅交通流量只剩下疫情之前的三成多 辦公大樓的閒置比例接近25% 遠高於美國前十大都會平均的18.5% 美聯社和ABC電視台的報導指出 疫情期間上班族留在郊區的家裡遠居工作 導致郊區的生活機能蓬勃發展 部分取代了市中心商業區 如果要吸引人潮回流 必須要有全新的思考 因此有部分新創企業 藉著人力需求較少的AI產業 希望在舊金山開創一片新的天地 長官學界不約兒童的認為 應該在放寬土地分區使用的規範 讓辦公區的低樓層開放給藝術和娛樂 甚至閒置的辦公室空間改為住宅 不過業者也點出了一個都市發展的障礙 就是治安問題 加州多年前修正了刑法第459條第五款的條文 明文規定凡是切到金額在950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29500元以下者 免受坐牢和罰款的處分 造成光天化日之下強暗切到此起彼落 中小企業界認為要讓人潮回流 地方政府必須放棄舊思維 大幅增加警力 人民有了安全感 才會再回到舊金山來 公視新聞徐家仁編譯